好来看到花莲县慈济医院24号举办了 咀嚼吞咽健康中心的启动仪式 那么期盼透过跨领域专业团队来合作 来帮助咀嚼吞咽障碍的长者以及病人 吃得顺吞得好安心活到老 花莲慈济医院临床发现 脑中风病人尽管康复后手脚活动好转 但很多病人却因为吞咽功能不佳 最后因为被食物或口水嗆到 造成细路性肺炎 严重甚至因此死亡 台湾约每10位高龄者就有一位有轻度以上 取决吞咽障碍 花莲慈院特别在重阳节隔日24日 举办聚焦吞咽健康中心启动仪式 透过跨领域专业团队合作 帮助取决吞咽障碍长者与病人 我们发现我们脑中的病人反而手脚都开始变好了 可是他就几个月住院为什么肺炎 为什么肺炎 口水吞不好 东西吞不好 结果有一些病人就肺炎 他不是死蛋脑中用死的肺炎 所以这几年我们就希望在分业这一方面 结合预病科 神经外科 结合附健科 大家一起来努力 那我们个案有一个被评估治疗的 一个为后端的一些照顾的内容 所以我们前端努力的筛 把个案筛出来 然后就拜托 此际能够照顾这些个案 让他人生不再因为吃不到东西而毁和医生 今天的我们主角的这个吞咽中心来成立 我想是让病患能够第一个脱离把管 脱离我们离胃管或者是我们的这个 这个是什么管 气管内管 气管内管的部分 我想这个是我们只要含着吸管 我们就没有办法讲话 所以你看这是多么的重要 花林辞院咀嚼吞咽健康中心 由神经内外科 福建医学部 中医部 老年医学科等跨团队合作 针对病人病因症状提供中西医整合式医疗及服务 也提供长照病人全程照护 包含出院后吞咽追踪 转介及就诊服务 一站式检查治疗还有居家吞咽训练 过来将提供咀嚼功能健康检查 常规住院病人的吞咽筛减 口腔卫生管理 帮助病人治疗不中断 帮助解决吞咽障碍的长者与病人 吃得顺 吞得好 安心活到老 记者长方雁华临时报导